好,使用了Dusty 我們來做MP4轉MP3的動作 這是一位義工媽媽告訴我的 當我們在一些影音網站下載 需要自自己需要的MP4檔案的時候 如果你臨時要MP3怎麼去處理 來看一下 這一個是蠻流行的一個音樂 我們已經把它下載成MP4了 它是可以播的 好,那可以播 我們正常來說只要播過來 可是它會出現這個錯誤訊息 說AAC少了一個編碼 因為這個編碼 所以它沒有辦法裝給你 按確定 那你就必須自己要去裝這個編碼 那反過來 像我們的EDU作業系統 它的好處呢 這些我們都幫大家調校好 是擁有 這下載完這裡有一個PPAP 那最大差別是我們直接拉進來 因為FFMPEG 我們預設已經幫大家安裝進去了 然後一些別處理完畢了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怎樣 會出成MP3 正常的我們做法這樣就可以了 直接做 我們一樣會到桌面好了 儲存 是 確定 這個時候它會完 我們桌面上就會有一個MP3的音樂 那在商業軟體下面 我們做法也一樣 只是我們現在沒有ACC 這樣子的一個編碼 所以我上網查了一下 還蠻多人有這種問題 那它的做法是告訴你 你要去把FFMPEG 還有MP3的一些 DLL做給它 所以怎麼辦 那點進來之後你下載 要下載FFMPEG 所以你要下載兩個檔案 拿兩個檔案 你點選Download這個的時候 那我們會 這個是 FFWIN 2.2這個 這兩個你都要裝 那我已經下載完了 這兩個已經下載完了 待會我會把它放在新北市醫學裡面 方便大家去找 你比較不好找 好 那我們先把這個裝起來 FFMPEG是Linus下面 蠻重要的一個 轉檔的一個工具 所以你建議你還是把它裝起來 基本上 Open Source的東西你下一步 不會有事情 這個是MP3 轉MP3 MP3也是商業軟體 所以 引擎打你必須安裝起來 好 假設這樣裝完了 安裝完了 那我們就來 再來看一次我們的 這個 Audacity 這一個軟體 我們 怎麼去轉MP4 把MP4轉成MP3 這是非常容易的 好 那我們一樣找到我們的MP4軟體 拉進來 好 你就發現說 現在這一次很順利 他沒有告訴你 有其他問題 匯出聲音 你需要的是什麼格式的 現在是WAV 那我需要MP3的檔案 好 我們轉在桌面 存檔 是 確定 好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桌面 好 馬上就有這個APP 這個MP3這個檔 那使用誰來播 建議你還是用VLC來播 會比較好 好 這是MP4轉MP3 用個大實體 這個軟體來錄